我跟金泉公主柳如烟是和平分手 她跟势而复得的初恋破警重援 我作为替身 寒累收下四千万的分手费 安静退场 可谓是非常体面 对吧 那为什么分手后没多久 她会突然围追堵截 说要杀了我 天地良心 我什么都没干啊 不就是镶了个亲 找了个新对象吗 至于吗 不是 于娟 你 来相亲 高级西餐厅里 我的相亲对象还没来 坐在我对面的 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见我的好兄弟 刚子 她压抑的看着我 跟谁相啊 爷爷固有的孙女 我耸肩 晃了下威视机杯中的冰块 语带坦然 老人家临终前特地嘱咐 说合不合适的 务必见上一面 刚子点点头 犹豫了几秒钟后 还是没忍住 压低了声音问我 那柳如烟呢 你那么喜欢她 四年的感情呢 真舍得这么轻飘飘的分了 轻飘飘 这个词儿用得不错 但不精准 我仰头喝了口酒 淡淡一笑 分手费四千万呢 不算轻 她也就这点良心了 刚子扼腕 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 但紧接着又想起了什么事的 神情怪异地摸了摸鼻尖 于君 抱歉啊 你在柳如烟娜的行李 我没拿回来 我微微愣住 什么叫没拿回来 被分手后 我紧接着就回了乡下 处理爷爷的丧事 昨天才刚回一室 收拾物品的事 就只能拜托给刚子 毕竟分手费都拿了 我得十项点 赶紧给人家疼地方啊 刚子捂了五脑门 大老爷们一个 愣是让一个女人给吓着了似的 太吓人了 我昨天去给你收拾东西的时候 柳如烟居然没去公司 在家呢 就坐在沙发上 一句话不说的盯着我 盯得我浑身发毛 好不容易收拾完了 我刚要拉着箱子走 她突然来了一句 刚子你手挺好使啊 要不多了吧 卧槽 差点没把老子吓尿啊 话的确是柳如烟能说出来的话 柳家在京市一手遮天 柳小公主想坐谁的手 那不是分分钟的吗 但这事 却不像他能干的事 分手是我们那么愉快体面 清算得很明白吧 好端端的 扣我行李做什么 刚子看着我 小声说了一句 我看着他 不像是想跟你分的架势 我摇摇头 那不能够 圈子里谁都知道 我跟柳如烟的那点事 当年 柳如烟的初恋 宁毅为了追逐梦想 不仅拒绝了他的追求 还不辞而别奔赴海外 柳如烟为此消沉了 好长一段时间 我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一直默默地 陪在他身边 守着他 其实 我并没想奢求什么的 可就在四年前 圣诞节的那天早上 我照例给宿醉 清醒过来的柳如烟 递上一杯蜂蜜水时 他突然看着我 开口道 于君 你喜欢我 我当场红了脸 摇头解释 是 但你放心 我 我没想奢 在一起吧 四个字 四年 我替代了宁毅 死心塌地的宠了柳如烟四年 他虽然对我依旧冷淡 但也对外公开承认了 我是他男朋友 圈里人都说 我是史上最成功替补 我也这么以为 以为我们会在一起 走完这一辈子 可偏偏 就在我们恋爱四周年 纪念日的这天 宁毅回来了 紧用了一句如烟 我想你了 就把柳如烟拽去了机场 而其实那天 我正在家里布置着气球 准备向柳如烟求婚 可最后 人没等到 只等来了四千万分手补偿费 初恋失而复得 他巴不得我赶紧滚 怎么可能不想分 我耸了耸肩 故作轻松 我现在啊 只希望四九成这么大 这辈子都别再跟他俩相遇 钢子赞同地点了点头 可说是啊 你俩的关系 圈里基本上都知道 再见面可太尴尬了 我的毛子眯了起来 视线越过钢子的肩膀 看向了餐厅门口 正走进来的柳如烟 看着他微微一愣后 抬脚向我走来的动作 我不禁叹了口气 钢子你压的 你这嘴真是开了光了 我选择在钢子这家店相亲 主要有三个理由 一 离我开的火锅总店很近 二 离乡亲那位女士住的地方很近 三 钢子夫妇是白手起家 并不属于柳如烟那圈的人 所以我想着 在这儿见到其他熟人的概率 应该不大 嗯 这谁能想到呢 钢子尴尬的笑笑声音都没底 气了 说话间 柳如烟已经来到桌前 也没说话 只是冲着钢子挑了下眉 钢子就像被捏住了后脖子的鸡似的 麻溜抛弃了我 则 大老爷们耸成这样 柳如烟有这么可怕 我挑了挑眉 到了卑微事迹 冲在我对面坐下的柳如烟淡然一笑 柳大小姐 赏个脸 从分手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几天 再次见到这个人 我居然出乎意料的平静 柳如烟没有动 精致的明眸死死盯着我 明明披像这么出众的一张娇俏的脸 不说话的时候 压迫感却扑面而来 这可能就是上位者的气场吧 我捏紧了手里的玻璃酒杯零杯 笑意不减 僵持半分钟后 柳如烟笑了 挑了挑眉 拿起了那杯酒 拿在手里 却不喝 眸光中带着探究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笑笑 毕竟还有店面要顾 比不得柳大小姐家大业大 耗不起 柳如烟点头 神情微松 来找刚子 我一正 还没开口 就见一个穿着白色学纺衬衫 黑色半身裙 前途后翘的绝世青冷大美女 站在了桌前 诧异的看了看我和柳如烟 轻亮亮的毛子里闪过迟疑 声音温柔如水 于君 我应道 是我 你是江思琴 江思琴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柳如烟 我是来早了吗 你还安排了别的相亲对象 这话刚问出口 柳如烟那边紧接着 脸就沉了 你来相亲 嗯 来相亲 我面上微微一笑 那我就不送柳大小姐了 柳如烟偏向我 眉心领的更紧 却并没起身 而是将视线移到了 江思琴身上 谋色深沉 柳大小姐 我承了语调 又下了一遍逐克令 她这样打量我的客人 真挺没礼貌的 这么急干嘛 柳如烟挑眉盯着我 眸中阴晕着我看不懂的暗色 突然扯了扯唇角 轻斥一声 好歹一张床上睡了四年 你这下家 我帮你把把关 如何 我不禁攥紧了拳头 柳如烟 你到底还要怎么伤我才够 不劳柳大小姐费心吗 我笑了笑 抬头看向柳如烟 内心却是冰凉 家里老爷子帮我挑的人选 她老人家的眼光 不会错的 柳如烟的眸子随即眯了眯 紧盯着我 眼神带着探究 却始终没说话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将将至的局面撕开了个口子 柳如烟皱眉 掏出手机 表情紧接着柔和下来 柳如烟 你怀没到吗 低沉磁性的声音透过听筒 连我也听得清楚 宁易 柳如烟的视线从我脸上扫过 谋色微深 到了在楼下 嗯 遇见了个朋友 寒暄两句 已经聊完了 这就上去 朋友 寒暄两句 我笑了笑 拳头钻得太紧 指甲出的掌心生疼 一直痛到了心脏 柳如烟挂断了电话 淡然的站起身来 理了理裙子 二位继续不打扰了 我看着他迈不上二楼的背影 心里闷闷的疼 江思琴却淡然在我对面落座 精致的眉眼微弯 触我笑了下 所以于先生到我的号了吗 情绪瞬间被拽回 我看向江思琴 有些意外 江小姐居然还想继续 江思琴红唇微撇 神态极度自然 为什么会不想继续 首先 我有判断力 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情况 我不觉得于先生有什么错 最后 出去相亲 我还有别的事 要找于先生负下责 我一瞬间 有点没反应过来 自己听见了什么 震惊地看向他 负负责 他一个千金大小姐 找我负责 负什么责 天地良心 我都不认识他 江思琴的唇角抿了抿 突然道 我有一只狗 他会撸串 我脑子都有点要烧干了 啥啥 江思琴拿出手机 放在了我面前 我疑惑低头 只看了一眼 论是人就傻了 那是一段路灯视角的监控视频 时间 正好是我跟柳如燕分手的那天晚上 四千万的支票就摆在地上 我抱着红酒瓶子 在火锅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 哭成一条狗 旁边还蹲着一条真的狗 在偷吃我从店里打包的烤串 小狗儿 你有狗牌怎么还流浪啊 你也被人抛弃了是吧 妈的 老子也是 这串儿都凉了 别吃了 这家店丑见没 老子开的 明儿还这个点哦 你来 咱俩难兄难弟 我请你天天吃好的 恨罪的我揪着小狗的左耳朵 一个劲的胡咧咧 视频外 我丢人丢到甚至想挖个坑钻进去 把自己埋了 监控拍得明明白白 我们家旺财第二天晚上真的去了 在火锅店门口等了一宿 但于先生 你没来 听了江思琴的话 我神情不由得一致 因为第二天 我接到了爷爷病危的电话 回了乡下 江思琴把手机屏幕锁了 抬头悠悠地看着我 思索再三 补了一句 那天晚上之后 我财总彻底感受到了 什么叫人心险恶 到现在还在家 欲欲垮欢 把一只狗骗到自闭 这 这罪过有点大了 我请 我请 必须请 咱现在就去买烤串 买最好的狗粮 我去给财总赔礼道歉 江思琴撇了撇嘴唇 调出自己的微信 明天二维码 摆在了我面前 显然 我在他这的诚信 并不太高 我赶紧掏出手机 扫上了他的好友 看着他头像上 那只憨太可惧的金毛 五楼五脸 江小姐您放心 我一定负责 江思琴又撇了撇嘴唇 不知可否 走吧 我赶紧起来跟上 哪曾想 刚走一步 就听见楼上 传来高跟鞋的脚步声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抬起头 看向了二楼楼梯 柳如烟正站在那里 眸光沉沉地看着我 他的身后 站着几个 对我面露鄙的千金小姐 跟柳如烟在一起四年 这几个女人 从来就没看得起我过 我正打算直接走人 结果楼上紧接着 又下来一个 一身高定黑西装 细致轻雅的男人 我皱了皱眉 看向了吧台里 寂静如鸡的钢子 宁翼怎么也在 看到宁翼 钢子脸色也变了 连忙冲我摇头 嘴心很大 我不知道啊 而宁翼看到我时 倒是精神了一下 就像完全不知道 我跟柳如烟好过四年似的 态度贼好 于君你也在呀 好久不见 我勾唇点头 别来无恙 宁翼指了指身后的人群 一脸无奈的说 我刚回国 如烟和他的闺蜜们 非要在这给我说欢迎宴 我本来不想来的 结果呢 如烟非要在这条街上 给我开个火锅店 我啊 就顺便来看看新店面 宁翼说完 又回头亲密的 搂住了柳如烟的腰 然后看向我 我记得于君 你也是做火锅的吧 咱俩以后就是同行了 你也一起来帮我参谋参谋吧 他也回来做火锅 我猛的台眉看向了柳如烟 其实同行竞争很正常 若是别人 我并不会觉得怎么样 可宁翼家里 坐拥上百亿的日化帝国 开个鬼的火锅店 我家曾经也是金卷豪门之一 但我父母走得早 走得也突然 我呢 那时候还是个矛头小子 什么也不懂 家里资产什么的 都被股东数百刮分走了 只给我留了一个 快倒闭了的火锅连锁店 柳如烟明明亲眼见证了 我当初是怎么咬紧了牙关 吃尽了苦头 才终于盛起了这个摊子的 我不信他不懂 宁翼在这条街开火锅店 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而柳如烟的视线 扫过我和江思琴 静默几秒后 淡淡道 别太小气 帮一下宁翼 对你没坏处 呵呵 行 好一个没坏处 他宁翼丢掉不要的女人 回头说想要回去 我就得还 现在平白无故 想分我的市场份额 我还得陪着笑脸 去帮他参谋 他哪来的脸 于君 你来背 宁翼一脸的诚恳 再次对我发出了邀请 我偏头冷笑一声 刚要开口 他有事 不方便 一直安静 站在旁边的江思琴 突然出了声 让人出乎意料 所有人皆压一地 看向了他 他却神色 未便精致的眉眼微弯 冲柳如烟笑了下 他要去我家 说着 歪头冲我俏皮的 吐了吐舌头 不是说要对我负责吗 走吗 对他负责 这个词用的就很微妙 我对江思琴 投去感激的眼神 笑道 走吧 刚认识就跟人回家 于君 你要脸吗 柳如烟的话 几乎是紧接着响起 在场所有人 被他说得一愣 我皱起眉 心中窜起怒火 搂着谢任管前任 你要脸吗 管好他的宁意 开火锅店得了 管我去哪干什么 纠正柳大小姐一下 意料之外的 已经走到门口的 江思琴回过头 笑着看向柳如烟 眉间微调 我跟于君 可不是刚认手 我们之间的渊源 可伸着了 听到这话 柳如烟的神情 骤然僵住了 而江思琴 却转头挽住了我的胳膊 拽着我就往门口走 近距离的接触 他身上的香气 萦绕在我鼻间 我被他挽的半边 身子都麻了 脑瓜子嗡嗡的 他刚刚的话虽然怪 但那么说 也真没毛病反正 旺财总真的被我伤得不轻 小小年纪的狗 趴在阳台上 愣是爬出了一把年纪的感觉 财总 财总我错了 我真错了 给你买了豪华狗粮 您老吃一口吧 我单膝跪在地板上 拿着装狗粮的盆 诚心对着旺财忏悔 江思琴就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 我总觉得他在嘲笑我 但偏头看他的时候 他又没有在笑 等到旺财总终于愿意让我抱 跟我玩的时候 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 我饿了 你会做饭吗 江思琴突然开口问我 我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会 柳如烟胃口雕 吃不惯的东西有很多 我们俩在一起后 都是我给他做的饭 四年下来 我这厨艺真心没话说 给我做顿饭吧 江思琴走过来 单膝跪在了地毯上 抱着才总开始玩 压根没给我拒绝的权利 他都不介意了 我一个大老爷们 更没什么可扭捏的 当场露了袖子 进厨房大展身手 炒了两个菜 刚端着菜放到餐桌上 多里的手机却陡然乍响 吓得我差点把盘子给摔了 赶紧把菜放下 我没顾上看来电号码 直接滑了接听 喂 你的行李还在我这 现在来拿 我一愣 甚至还看了下手机屏幕来确认 柳如烟 大晚上的让我去取行李 太晚了 明天我叫人去取吧 电话那头骤然停滞 隐约传来几声压抑的唤气 而后 便是柳如烟冷鸣的声音 必须现在 我莫名其妙 深深吸了口气 那柳大小姐扔了吧 之所以执着的要拿行李 是因为很多东西 都是老爷子给我买的 但如果说 要因为这个跟柳如烟 再有什么牵扯的话 我倒宁可不要了 人嘛 死了一切成空 爷爷活时 我经过了孝道 问心无愧 死后这些纪念的物件 我叹了口气 本想直接挂断电话 从地毯上站起来的 将思琴却猛然呻吟了一声 思 疼 我赶紧过来扶住他的胳膊 跪得太久了吧 你看 膝盖都红了 将思琴美好气道 我哪知道你会这么久 咣当 电话里和房门外 同时传来砸门的声响 震惊和呆愣中 我听见了柳如烟咬着牙的急汗 于君 你是自己出来 还是我把门劈了 抓你出来 我正愣的瞪大了眼睛 柳如烟居然在门口 电话里 柳如烟的声音依旧很冷 三 二 拳头收紧 我深吸一口气 压住心头的火气 我出去 柳如烟这个娇生惯养的公主病 真的干得出披门这种事 但开门的不是我 是将思琴 她挡在我面前 神情挑衅的与门外的柳如烟对视 柳大小姐有事 柳如烟表情阴郁至极 粉拳都握紧了 但却没理将思琴 蕴藏着怒气的美眸紧盯着我 有时间在她这待五个小时 没时间来收自己的东西 我无语宁烟 柳大小姐是没明天了吗 真就差这么一宿 宁烟今晚要住我那 柳如烟却没生气 盯着我 淡淡开口 我怕她看到你的东西 不舒服 再者 也怕你事后赖上我 说我扣你东西 纠缠不清 你自己亲自拿走 一劳永逸 心上的伤口被无声撕裂 鼓鼓流血 我无意识地攥紧门 把手扯唇冷笑 行 我现在去拿走 这是第一次 我坐上柳如烟的车 却不想对她说一句话 脑袋枕着后车座的座椅 闭目养神 看上她了 出乎意料 柳如烟居然主动开了口 我皱眉睁开眼 在后视镜里 对上她阴阴的水眸 停顿三秒 我点了点头 嗯 挺不错的 呵 不错 我看这十多天 你过得的确挺不错的 本来还以为你会 我抬眉 会什么 没什么 柳如烟笑了笑 视线挪回路面 不再说话了 所有的物品 缸子都帮我收拾了 两个大行李箱 就放在客厅的餐桌边 柳如烟在桌前坐下 拿起杯子淡然喝了口水 看着我 没说话 我也没打算废话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多待一分钟 我都心痛 伸手拉住箱子的拉杆 我转身欲走 手腕却被猛地拉住了 于君 你之前不是爱我爱的要命吗 柳如烟抬起头 望进我的眼里 眼神仍旧高高在上 才十几天就放下我了 就能云淡风轻 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自己信吗 一瞬间 怒火在心头窜起 柳如烟这样戏谓的谈论着 我对她放不下的执念 远比分手那天 拿分手费 都还让我难看 这四年我对她怎么样 她心里没数吗 就因为我爱她 所以就要被这么羞辱 我猛地睁开她的手 眼神冷冷的 我方没放下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做到了一个合格前任 应该做的绝不纠缠 倒是柳大小姐你 今儿这是哪出 头回听说柳大小姐 你包养情人 还管售后呢 该不会是零了吧 突然发现有点舍不得我吧 柳如烟却依旧盯着我 眉宇之间染着一丝陌生的情绪 沉默三秒后 突然开了口 如果我说是呢 挤住将住 我一时间甚至怀疑 自己刚刚是不是出现了错觉 柳如烟刚刚说话了 是吧 她说的什么 柳如烟从椅子上站起来 突然抱住了我的腰 脸颊贴在我的心口叹了口气 于君如果这是你的什么手段 那恭喜你 你赢了 回来吧 继续跟我 说完 她点起脚来 轻轻吻上我的嘴唇 这些天 不想我吗 我倒是有点想你 柳如烟的身体很软 媚眼如丝的看着我 气氛十分暧昧 但我却根本管不了这个了 我只想知道柳如烟说这话的时候 你那么大一个活人 还在那戳着吗 不 不是 那命意咋办 柳如烟眯了眯眼睛 语气笃定 我会找房子安置你 她不会知道 你们两个 我都想要 我脑子里的一根鞋 猛的崩裂了 猛的伸手将柳如烟推开 我差点一个没忍住 动手打女人 你哪来的脸 觉得老子会愿意做你的男小三 柳如烟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个人看啊 我以前到底是要多爱她 才会给她这种自信 于君 柳如烟却没在动 盯着我 声音里带着冷笑 玩手段得有个度 我主动低头 就这么一回机会 今天你出了这个门 就别再想回来了 我回头盯着脸色阴沉的柳如烟 冷吃一声 搂着你的宁意好好过去吧 这辈子 咱俩再见 只能是在火葬场 这天之后 我没再碰见过柳如烟 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被我那么拒绝 没收拾我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还会再来找我 但是 她虽然没来 宁意的火锅店验清锅 到底盛大开幕了 选之选的也很微妙 就跟我隔了一条街 新店开业 三折筹兵 整整一个月 烧钱赚吆喝 整条街上的火锅店 被她卷得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倒是还好 毕竟手里还攥着四千万 砸着钱凤赔 损失不太大 但就算这样 也还是被她抢走了三成客远 哎呦 没脾气啊 人家家大业大 天天烧钱玩 能咋的 我手里的这点钱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蹲在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 我露了一把旺财的狗头 看着她低溜圆的眼睛 泽了一声 轻轻拉起她的耳朵 指了指手里的流水爆表 来 财总 你给我分析分析 你说除了价格和味道之外 还有啥路子能旺财 旺财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冲着路径头叫了两声 我茫然抬头 就看到一身米色连衣裙的 姜思琴踩着高跟鞋 款款向我走来 高挑的身材 配合上今天的颜值 直接美成了一道风景线 您一声 今儿下班挺早啊 我自然而然的 冲她打了个招呼 相亲之后 我跟姜思琴 因为财总的事 逐渐熟了不少 她这一生工作没个定点 干脆就把财总托管给了我 宠物不方便进火锅店 我就在门口支了个小伞 让她蹲路边 当门神 今天手术不多 将思琴笑着 从兜里套了根棒棒糖给我 吃点甜的 心情好 我摇头 不吃了 我一个大老爷们 不太爱吃糖 将思琴眉尾微条 垂头把棒棒糖的包装纸撕开 递到我嘴边 让你试你就吃张嘴 我猛的一震 神态莫名有点不自然 刚要伸手自己接过来 手里的狗绳却猛低一拽 我被拽得猝不及防 向前扑倒 幸亏将思琴反应快 急忙蹲下拦我 我这才没有脸着地 但却正正好好 把他抱在了怀里 喷喷 将思琴软软的身体 就靠在我怀里 我的心跳速度直线飙升 脸也跟着发烫 赶紧松开他站起来 冲他尴尬一笑 哎呦喂 多谢您一生救命之恩 要不然我这帅脸 可就不保了 将思琴跟着我一起站起来 表情却很微妙 凑过来在我耳边 小声说道 于先生刚刚心跳好快啊 是对我心动了 既然我救了你 是不是该以身相许了 将思琴在我耳边 喝气如蓝 身上的香气 搞得我有点心思不稳 眼睛也微微瞪大了 这 这这 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将思琴对我有意思 他这也太猛了吧 主动倒追 汪汪汪 采总的叫声 及时拯救了我 歪头一看 他正冲着 刚从我店里出来的顾客滋牙 拦住了对方的去路 哎呦 我赶紧跑过去 拽住他的绳 采总采总 人家付钱了 付钱了的 能走 不用拦 采总喉咙里 发出乌鲁的声音 停了几秒后 这才把路让开了 我赶紧向顾客道了歉 好声把人家送走 一个台谋 却刚好瞥见 宁易从对面的街口走过 表情很是凝重 似乎刚跟谁吵完架似的 也是奇了怪了 爱情事业双丰瘦的人生大赢家 居然还能这么丧 不过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蹲下来 搂住采总的狗头 松了口气 谢谢你救我狗命啊采总 要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回应江思琴 我没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我 江思琴 还有采总 火上热搜 因为白天的时候 刚好有个拍短视频的 千万粉大力博主 在我那直播探店 看我蹲在路边 让采总给我看报表 觉得有意思 就将镜头对准了我们 然后 把我和江思琴的爱梅拉扯 以及采总的追人讨债 直播了个清清楚楚 神狗看电 狗总 请看业绩表 神言CP 纯埃拉扯 好几个词条接连冲绑 电话打进来时 是凌晨两点多 我正闷头在被窝里睡着大叫 咪咪瞪瞪地接了起来 哪位 电话那头却是沉默 我等了几秒 皱起了眉头 声音越发的闷 喂 说话 哪位 不说话我挂了啊 于君 谁给你的胆子 真的跟他在一起 你想死吗 柳如烟的声音 透过听筒传来 下一秒 我挂了电话 樊果身继续睡了 陷入沉睡前 嘟闹了一句 魔女入梦 真吓人 这条视频的爆火热度 实在超乎了我的想象 网友纷纷目眠而来 我的火锅店 几天下来 我被宁毅抢走的三成客员 因为将私情和旺财 几乎是以十倍返还了回来 所以 这天临关店的时候 宁毅来了 笑着对我道喜 恭喜啊于君 你这店可太火了 我抬头笑笑不回应 直奔主题 你来室有什么事吗 这都下班了 我想让他走人 不想请他坐 宁毅嘴角的笑意落了下去 终于不再伪装友好 神情傲慢又冷漠地盯着我 于君 开个架吧 我愣了愣 你要买我的店 不止 宁毅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还有你在A市彻底消失 我对着旁边收拾桌子的 女服务员摆了摆手 示意她下班 而后看着宁毅轻蔑道 这是哪儿的话 四九成这么大 只要你们别来找老子 我觉得 咱能一辈子都遇不上 宁毅冷吃一生 眸子里印着高傲与不屑 于君 你别以为傍上将私情 你和你的破店 就能冲进豪门圈了 宁家什么背景 你不知道吗 就算是你想到插门入坠 他家也不会接受 你一个开火锅店的小门小户吧 所以 劝你一句 别太不识抬句 趁着现在你的店还能卖钱 我还没想彻底告私你的时候 赶紧拿上钱 给我滚蛋 虽然话很难听 但不得不说 宁毅思路还挺清晰的 挺出乎意料的 其实我的火锅店吧 赚得真心不算少 完全不缺钱 但放在富豪云记的金圈里 那就完全不够看了 配江私情 的确配不上 但我更不理解的是 不是 宁毅 我就不理解了 老子跟柳如烟在一起时 你俩甚至都没好过 你自己选择了不要的 你回来之后 我二话没说 直接就走了人 没争没抢没得罪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针对我 我的问题问完 宁毅脸上闪过一丝恼怒 随后冷吃一声 柳如烟当局者迷 但我还没下 很明显 他心里有你 我不提早下手 难道还等着你满血回来取代我吗 宁毅恼怒的说着 神态纵然依旧高傲 但我能看出来 他过得似乎不太好 从我回来到现在 他一直都不让我碰 时不时的盯着手机发呆 前几天我主动去问他 他居然下意识的跟我说 于君别闹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抢 就算我自己说不要了 你又凭什么捡 也不知道将私情哪瞎了 居然会蠢到 看上你这么个脏垃圾 因为怎么都没你的嘴脏 将私情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跟宁毅都是一愣 呆呆的看着他走到我面前 将我护在了身后 起码于君活得堂堂正正 敢爱敢恨 不像某些人 脸皮厚得像城墙 自己说不要了 还好意思回来舔着脸抢 说是去国外追梦 其实是混得不行 为人赶回来的吧 角度问题 我看不到将私情的表情 但能很清楚地看到 宁毅脸都白了 正经看着这番话的威力呢 将私情突然侧过了身 看着我调皮一笑 你放心 我家人的嘴没这么脏呢 我们选女婿 是看人品和演员的 顿了顿 她对着门口的财总 抬了抬下巴 我们家狗也是 听着像骂人呢 关了店已经是深夜 小区里安安静静的 落叶无声 我跟将私情并排走着 刘财总的同时 也在往家里走 不好意思啊 将小姐 要一直麻烦你借财总给我 没事 将私情看着财总 不禁发笑 孩子大了 也该打工养家了 我也跟着笑笑 犹豫了几秒 还是开了口 还有就是 网上关于咱俩的CP 我也 抱歉 她一个女孩子 被这样传八卦 肯定影响名声的 将私情停下脚步 路灯照耀下 她的眼睛很亮 往我面前凑了凑 一把勾住了我的脖梗 红唇凑到我面前 大眼睛眨眨的 居然是道歉吗 我以为会是答复来着 于君先生 我这么美丽 难道你不心动吗 又来又来 虽然我很清楚现在的我 还不至于就爱上将私情了 但这位美女 作为爷爷排精选 本身条件就足够优越 长这么天仙的女人 主动这么撩我 谁能扛得住 我瞬间紧张到抠起了脚趾 赶紧挣脱出来 指了指身后的楼门口 我 我到家了 晚安 说完 转头窜进楼里 落荒而逃 将私情的笑声在身后响起 于君 你也太可爱了吧 一直到出了电梯 我的脸都还红着 赶紧喝了口气 暗暗数落自己 于君你多大岁数了 没见过美女 还是没谈过恋爱啊 被女人表白而已 紧张的鬼啊 拍了拍脸颊 我抬头脉布 却冷不丁 被我家门口站着的那人 吓得浑身一抖 居然是一个多月没见的柳如烟 看来这些天 你过得挺开心啊 柳如烟冷着脸 脉布朝我走来 高跟鞋敲击在地板上 在寂静的夜里非常响 下意识的 我往后退了一步 没办法 这样的柳如烟有点吓人 但我这一退 就跟激怒了柳如烟似的 他猛的大跨步上前 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 于君 你抱抱我 吻我 我真的想你 说完 甚至不等我反应 他就主动将红唇贴上了我的 唇半丝膜 纠缠着酒气 我心里一沉 急忙将他推开 柳如烟 你干什么 柳如烟向后亮枪了几下 靠在墙上 醉熏熏的看着我 眼神里写满了受伤 你真跟他好吗 我皱起没张嘴 还没出声 柳如烟居又先强势开了口 跟他分了 你回来 我们重新开始 随后 他的肩膀骤然一垮 像是对什么妥协了似的 声音都软了下来 于君 你真的赢了 彻底赢了 我真的 做不到看你跟别人在一起 拿行李那天 我真的以为 你走了就走了 我根本不会在意 可这一多月来 我满脑子都是你 哪哪都不习惯 一想到你跟江思琴在一起 我真的恨不得 立刻把你绑回来 这几句话 但凡放在前四年的任何一天 我都能感动到一塌糊涂 对他死心塌地 这样诚恳爱切的柳如烟 但凡再早一个多月 他不用求 我都会捧出心去爱他 可是 晚了 早就晚了 我轻轻摇了摇头 趁机推开他 转身朝家里走 不好意思啊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吗 回去跟您也好好过吧 别琢磨这些没有用的 指纹解了门锁 发出低的声响 我轻轻拉开了房门 身后却传来急促的一声 我跟他分手 行了吧 我眼睛都瞪大了 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什么叫行了吧 整的就跟我硬逼着他似的 我要是真有能硬逼他干点啥的能耐 之前至于被羞辱成那样 柳如烟往我这里走了几步 却最终没有上前 可能是因为喝了酒 声音里破天荒地染上了茫然与妥协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 我爱的一直都是宁义 我觉得我应该是爱他的 可是不对 怎么都不对 甚至连他碰我一下 我都接受不了 脚步迈进门里 我的情绪非常平静 柳如烟 不重要了 你到底爱谁 跟我无关 我真的不在意了 反正 你只要别爱我就行 那你告诉我 柳如烟的音调起伏暴躁了起来 像是逃不到堂的孩子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回来 手钻紧门把兽我没有回头 那你报警吧 我没想到柳如烟没报警 我报警了 因为我的店出事了 有时好几个顾客 在店里吃完火锅后 食物中毒进了医院 有人匿名举报 说我店里的食品安全 存在很大问题 与此同时 我当初替补上位 舔狗柳如烟的事情 被扭曲着事实扒了出来 那篇帖子洋洋洒洒 字里行间都在指责我 说我厚言无耻 趁着宁义出国进修 抢走了柳如烟 一时间 刻我和江四勤CP的网友 纷纷炸了 心都凉了 网上骂我的声音 络绎不绝 不过 这么多坏消息中 居然也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也食物中毒了 毕竟我无家可归 我的一日三餐 也是用火锅店的食材解决的 网友们本来还想骂我无良的 一看着 顿时也不骂了 我现在相信 这食物中毒应该是个意外了 行吧 勉强相信你的火锅店 但对你的人品依然存疑 等等 本部死刑的CP粉发出尖叫 于君中毒 是不是去了您医生的医院 是 而且就这么巧 治我的就是姜思琴 穿着白大褂的姜思琴 站在我的病床边 伸手给我调了条输液的流速 面无表情 她向来温润和煦 诈意严肃 我还真不太适应 我在被子里小声道 您医生 我很严重 不严重 将思琴淡淡开口 休息几天就好 那为什么这么严肃啊 因为这件事就很严肃 将思琴将病床记录收好后 转身朝外走去 顺便嘱咐了一句 这两天不准吃糖 啊 话题转得太快 我茫然点头 好 则则 将思琴发火 有人要玩了 坐在我床边做笔录的帅气警察 突然摇着头 嘖嘖有声 熟人的态度 看到我一愣 为什么这么说 帅警察撇了撇嘴唇 因为估计害你的那个人 就算成了骨灰 私情都能挖出来省一遍 真是蠢啊 惹谁不好惹将思琴 将思琴只是不用继承家业 又不是不接受宁家教育 他们将家 连狗都跟成精了似的 哪有什么好人啊 我突然就感觉 输尽身体的药液 有点凉嗖嗖的 不 不至于吧 将思琴温温柔柔一个女人 能这么恐怖 时间证明 还真能 明明我火锅店这事 已经有了人出来认罪 但警方硬是不信 刨根问底的 把宁毅给揪了出来 因为柳如烟最久找我 求我复合 却被拒绝的那晚 她回到家后 一直在念着我的名字 让我回到她身边 想跟宁毅分手 宁毅听后恼羞成怒 便想出了这一招 想把我彻底赶走 可现在 伴随着警方的公开通报 她在圈里的名声 也算是彻底臭了 同时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来龙去脉 也彻底被网友扒清楚了 不是 感情念意 她就没答应柳如烟的表白啊 这算哪门子被抢人了 自己不要了的 被别人当成宝宠了四年 她居然转头 还有脸回来呀 气数 这柳如烟眼瞎了吗 这条评论一出 当即引起了一片哗然 众人纷纷开始爱客柳如烟 冷嘲热讽着提醒她 你当初错过了一场 多没用心的求婚 就问柳如烟 你后悔不 而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 柳如烟真的回复了 嗯 非常后悔 正在准备弥补挽留 追悔她 江思琴看到这条热瓶的时候 我正坐在病床上啃苹果呢 冷不丁 她偏头看向了我 看到我一愣 咋咋了 苹果也不让吃 江思琴摇摇头 表情还是很阴 声音也闷闷的 让吃 哦 我将信江仪的应了一声 小小咬了一口 如果 江思琴突然又出了声 吓得我卡了一下 咳 伸手捏了捏嗓子 我真心一头雾水 如果啥 没什么 江思琴去摇了摇头 就是想着 你要是真犯蠢回头了 我就放狗摇死你 默默用中指 推了一下隐形的眼镜 但我最终还是知道了 江思琴这话的意思 因为当天晚上 柳如烟出现在我的病房里 打扮得非常漂亮 眼睛很亮 于君我都知道了 我完全蒙掉 啥 知道什么了 而就在我睁愣住 还没做出反应的时候 柳如烟从兜里 套出一个红丝绒的盒子 别打开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柳如烟纤细的手指僵住了 抬眸看着我 水眸里涌上雾气 为什么 我已经知道 那天你是打算跟我求婚的了 于君 我们本该结婚了的 我愿意嫁给你了 你之前明明那么爱我 对我那么好 不是真的放弃我了 对吗 柳如烟说着 眼神中带上了阴气的期待 于君 分手的事情 我后悔了 是我错了 我已经跟您一分手了 再也不会摇摆不定了 你回到我身边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不好 我摇摇头 静静地将戒指盒 从他手中拿过来 放在手里 像盘核桃一样把玩着 是 没错 我那天的确准备 向你求婚的 可是柳如烟 你错过了 柳如烟的眼神变得暗淡 他摇了摇头 语气固执 不 你爱我的 于君 你明明爱了我那么多年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弃我 我们没有错过 只要你回来 我们就能重新开始 不是吗 四目相对 柳如烟眼眼中的执拗与深情 那么清晰 让我恍惚间 有一种不可错认的笃定 这回 他是真的不会放弃我了 更有一种 我要是拒绝他 他能跟我不死不休的感觉 我抿了抿嘴唇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刚要开口 眼角的余光却撇见门外 有一人一狗的影子闪过 好 我给你的机会 我笑了笑 点了头 然后 在柳如烟欣喜地注视下 我仰手将手中的钻戒盒子 丢出了窗外 找回这枚钻戒 我就跟你重新开始 柳如烟的眸子颤了颤 盯着我 出院这天 将思琴带着财总一起来的 我正站在病房的窗前 静静看着楼下 在花园中摸索寻找的柳如烟 经过几天的搜找 他找到了那个戒指盒 但里面的戒指 却始终没找到 不知是丢了 还是被人捡走了 他要是找到了 你真打算跟他符合 将思琴不知道何时站在了我身边 脸色阴泽泽的 话语也发酸 左腿旁边蹲着熊啾啾气昂昂的财总 好像下一秒我要是真敢说事 就要放狗咬我了 我忍不住笑了笑 当然了 将思琴的脸骤然一黑 我冲他贼嘻嘻笑笑 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枚男士戒指 前提是 他得真的找到 既然柳如烟不愿放弃 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他也该体会一下 我当初那种努力马上要见到熟光 最后却是深深绝望的感受了 我的真心 曾经亲自交到他手上 他接住了却没有珍惜 随手扔掉还要再踩几脚 那凭什么只要他知道错了 我就要原谅 则 将思琴嘖嘖摇头 嘴角的笑意却是怎么都压不住 于先生的心思挺狠的 好坏哦 但我很喜欢 话说 现在于先生能给我一个答复了吗 关于我们的相亲 要不要继续发展成更进一步的关系呢 我挑眉歪了下头 却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蹲下来 撸了撸财总的头 笑道 财总你说嘞 全文完